如果你買這些中概股仲是抱著一個心態 就是說是值得 跌這麼多你都覺得OK的情況下 不要玩了 但是你問我實際的狀況我會怎麼看 你必有想像中那麼差的 因為其實你可以在駁一件事 靠客人而已 二百多隻是怎麼走的 但問題是剛才說如果你選擇看好的話 你是抱著一個中線吸納的心態在那裡 但是你駁一些什麼 你不是駁一些業績差 被人沽得很厲害 阿里巴巴那些香港的股份在那裡 你是駁什麼京東 網易這些 用一個分柱吸納的策略去買 所以如果你選擇做好倉的話 你預算會跌一成再扣是扣貨 你預算三至四柱左右 斷估會不會跌50% 所以你的心態就是這樣 但是代價會大的 因為如果真的你駁錯 我真的二百多隻這樣退市 那你就要認輸了 所以你剛才說炒這些 市場現在主流的股份上面有感覺 你起碼那個感覺 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純粹就是聽這些位置抵賣 因為一百一十元應該不會穿的話 那你穿了是不是肯走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要處理一個玩古底的遊戲 兩個因素 要是自己有個信念在那裡 要是不斷地定好紙攝位 輸了你就肯走 但是大家會不會見識很多 坐了很久 阿里巴巴都不坐 我們見過太多這些人了 那你說如果坐到現在的話 就沒什麼可以做了 是 局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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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